绿魔是第一个发现蜘蛛侠真实身份的人 他在自己分裂人格的建议下 决定先对彼得的家人动手 梅伊看着面前的恶魔差点被吓死 而彼得在发现梅伊被袭击后 才明白绿魔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感觉不妙于是拨打了玛丽剪的电话 结果对面传来的是绿魔的声音 玛丽剪已经被绿魔绑架 绿魔驾驶飞行器不断对城市造成破坏 并将一个载满孩子的缆车切断 关键时刻蜘蛛侠拉住了掉落的缆车 但这时绿魔又抓住了玛丽剪 让蜘蛛侠从一群无辜的小孩和他暗恋的女神中选一个 蜘蛛侠经过冷静的分析判断 率先奋力跳下接住了玛丽剪 然后利用蛛丝将自己荡到另一边 迅速一手拉住了掉落的缆车 但此刻蜘蛛侠两只手都无法使用 只能让玛丽剪自己爬到下方的缆车上 绿魔对无法动弹的蜘蛛侠发起进攻 突然一个东西砸到他的脑袋上 原来是一群勇敢的士民 他们不断攻击和咒骂着绿魔 这让蜘蛛侠有机会将缆车放到了地面上 不过他自己被绿魔抓住带飞远方 甩到一处废弃的屋子里 紧跟着绿魔丢下一颗炸弹 彼得来不及躲闪直接被贴脸炸飞 绿魔驾驶飞行器紧随而至 对着不听话的蜘蛛侠就是一顿胖走 没想到蜘蛛侠的血条出奇的后 就在绿魔准备结束他的生命时 蜘蛛侠挡住了致命一击 并将其重重地扔飞到远处 接着他射出猪丝拉到墙壁 在绿魔的惊恐中将其活埋 过了一会绿魔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但显然已经身受重伤不是彼得的对手 这时他喊出了蜘蛛侠的名字 这让彼得一愣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发现面前这人居然是自己好朋友的父亲 然而这只是绿魔的拖延战术 彼得身后的飞行器缓缓升起 然后弹出刺刀迅速刺向他的身体 但绿魔可不知道彼得还有蜘蛛感应 结果被自己的飞行器刺穿了身体 临死之前让他不要告诉自己的儿子哈利 但蜘蛛侠在将绿魔尸体送回家时 刚巧被哈利看见了 这意味着哈利已经把蜘蛛侠当成了杀父仇人 而明白一切的彼得只能暗自承受 在面对女神玛丽姐的深情告白时 彼得也忍痛拒绝了他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英雄 有着更多的责任去保护更多的人 所以他注定是孤独的